《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4月16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1617期 这两天俄乌战争最大的最惊爆的新闻 就是号称航母杀手的这个莫斯科号巡洋舰沉入了黑海海底 一开始很多人在网上传播着莫斯科号被击沉了 还有很多人说是莫斯科被击沉了 所以说大家后来才搞明白莫斯科号它只是一个巡洋舰 但是这个巡洋舰是个什么巡洋舰 这是普京最骄傲的就是俄罗斯它这个海军最大的巨无霸的 号称是航母杀手的巡洋舰 这是普京压箱底的货 也就是普京一直是引以为傲的 但是这一手巨无霸的巡洋舰突然被乌克兰的这个导弹击中 而且是个不怎么样的导弹 最终就是两枚导弹就把这个巨无霸的 这个价值7.6亿美金的巨大的一手巡洋舰就把它击沉了 所以说呢 这一手巡洋舰被击沉以后 它就导致了俄军的可以讲 在整个进攻这次乌克兰战争上面是最大的一次溃败战役 莫斯科号巡洋舰是俄罗斯海军最昂贵的武器之一啊 它仅次于俄罗斯唯一拥有的一艘航母 它的基本价值现在最起码要知道7.6亿美金 对于俄罗斯这样的一个贫穷的国家 可以讲俄罗斯的GDP不抵中国的一个广东省 它本身经济就是很差的这种国家 7.6亿美金你基本上是要了普京的命啊 而且这个舰上面还有大量的导弹啊 包括布防了大量的对抗北约对抗美国的这个S300防空系统 全有的 但是这手舰呢就包废了 那么它的这个舰长叫库普林 库普林在导弹击中以后就阵亡了 所以说大量的这个俄罗斯军迷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你不要以为俄罗斯军迷都是俄罗斯人啊 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小粉红啊 是中国大陆的这些俄罗斯金迷 他们这个心也随着这个莫斯科号的沉入黑海海底呢 他们心里面也沉入了黑暗 也就是说他们一直认为普京你不是讲三天就拿下基辅呢 而且小粉红们酒都卖好了 现在跟谁庆祝啊 包括普京那些很多那些排暖的女粉 现在连大姨妈都不来了 还怎么排暖啊 战争真的是甚虚万变的 很多小粉红相当的伤心 因为他们太需要一场胜利 比他俄爹都需要 现在什么 现在小粉红就非常着急啊 接下来他们就等什么 等这个乌冬大战 说是乌冬大战 俄罗斯军一定是大胜 我可以跟你们保证啊 也就是所有的俄粉期待着普京 在这个乌冬大战中能取得大吉的 就跟中国的球迷 期待中国足球队能够设门呀 你就等着吧 中国足球队九十分钟是不设的 因此来讲的话 你就等着普京去设吧 所以说呢 俄国海军它这个最光荣的莫斯科号 它这个导弹巡航被沉没的这件事情啊 基本上来讲的话 是成为就是俄军它这次进攻乌克兰最大的一个失败 这一手舰的被继承 对俄军的士气的打击是相当相当的大 因为这一手莫斯科号 它是苏联海军的光荣级的导弹巡航 它的排水量是达到1.25万吨 由于它的造价极端的高 而当时造价就七个多亿美金嘛 也就是它这个级别的这种巡洋舰 整个前苏联一共只造了三首 其实还有第四首 第四首没有造好 造的差不多时候呢 前苏联就崩溃了 那么造好的这三首呢 这个唯一这个保养最好的 也就是这一手莫斯科号 那么这一手莫斯科号 它因为呢 是它在整个其他几手建造的基础上做了扒高的 因此呢 这手军舰号称是采用了高强度钢制造 全舰配备了有20个横梁 分割成18个水密舱 作战舱采用严格密闭的隔音和密闭措施 有排毒设备 能够保证它绝对的抗打击能力 所以这手舰当时制造的时候就是嘛 就是完全对抗美国对抗北约来的 他就认为这手舰在它自己航行的过程中 制造可以抗打击六到八枚 就是来自于美军最具代表性的鱼叉反舰导弹 它可以抗击美军的这个最强大的导弹 而且这个莫斯科号还具有完善的远中近三层的这个交叉火力网 也就是你一般的导弹过来 它通过它的这个交叉火力网去把你导弹击毁了 因此来讲 这个舰艇实际上就是俄军 就是现在普京他自己的看家的这个家底 它是一手整个俄军里面的旗舰 是俄军黑海舰队里面的巨无霸 也就是说俄军吹牛这手舰艇已经吹了几十年 那么这几十年下来的话呢 绝大部分的这些军迷呢都非常的崇拜它 尤其是中国的这些俄军迷 中国的这些俄粉是相当的崇拜这手舰 把这手舰吹得天花乱吹 问题是俄国人怎么吹 中国的这些俄粉就会怎么信 因为中国有大量的俄罗斯的军迷呀 这些人对俄罗斯这个所谓的国防设备 他们是相当的崇拜的 因此来讲 俄罗斯怎么去讲他们强大 他都相信的 包括中国那些普京的女俄粉嘛 见到普京照片都排暖了嘛 你更别说是普京领导的强大的黑海舰队这个巡洋舰 我估计见到巡洋舰上的导弹他们也排暖的 问题是现在等不到你排暖了 这头巨无霸的这个巡洋舰就被接成了 也就是强大的被俄军称为巨无霸的巡洋舰的莫斯科号 结果被两枚乌克兰生产的这个叫海王星反舰导弹 只用两枚就把它接成到海底去了 一开始俄罗斯不承认啊 他们还说这个舰呢是因为什么 因为自身的问题现在正在呢正在有飘移功能 这手舰根本没有被击中 他们只是自己呢在这个船上呢不顺失火 也就是这个舰艇呢它自身有飘移功能 它会慢慢飘回黑海海岸飘回俄罗斯的 所以说呢俄罗斯一开始不承认最终什么 最终网友爆出了他整个沉默的这个照片 也就是被美国的卫星和北约的卫星全部拍下来了 你击成的那个样子大家看到了 所以呢他们就没办法抵赖了 当时接成这手舰也跟当时的天气呢有绝对的关系 也就是乌克兰准确的把握了嘛 把握了当时的气候特征 当时的天气是暴风雨天气 也就是嘛狂风大雨这个海浪阵阵 因此呢在这种气候状况下 导弹呢就很难呢被追踪 为什么呢就乌克兰军方使用的这个海王型导弹 它是一种超低空的导弹 它是略海飞行的 而这种略海飞行的导弹呢 让莫斯科号上面的雷达轮廓呢 很难呢分辨出就是这个导弹还是波浪 因为它跟波浪基本上是插在海面飞行嘛 所以说呢乌军呢就是巧妙的借用了什么 借用当时海上的狂风暴雨和狂风巨浪 然后它这个海王型导弹呢就飞行了 也就是把这个海浪 跟它自己的这个海王型导弹呢隐藏在海浪中 然后呢向这个莫斯科号呢向它呢进行攻击 那么乌克兰军队呢它是相当了解这个莫斯科号的 因此在继承它之前呢它是呢做了精心的计划准备的 也就是一开始乌军是使用什么 使用一架TB-2的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呢先向莫斯科号呢进行呢 进行不断的侦查 这个无人机就让你莫斯科号看到 而莫斯科号一旦看到这种无人机呢 马上就被自己吸引了注意力了嘛 然后呢他们就对着这个无人机呢就准备把它击中 因为击毁这架无人机呢就可以提振全舰官兵的士气嘛 所以说这个舰长就命令所有的火炮对准这个无人机准备把它击毁 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人家乌克兰军队的声东击西的计划 也就是这个无人机在被整个莫斯科的火炮瞄准的同时 从尼古拉耶夫的海岸导弹基地呢 这个乌军呢就先后发射了两枚海王型反舰导弹 这两个反舰导弹是先后到达 其中一枚是击中了莫斯科号的动力系统 一枚是击中了莫斯科号的弹药商引发了巨大的爆炸 最终呢这个莫斯科舰呢就只可能是沉没了 那么为什么乌克兰军队它可以准确的击中这个莫斯科号上面的心脏和要害系统 就是动力系统和弹药商呢 原因就是这个莫斯科号就是人家乌克兰造的 这个莫斯科号是1976年在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建造的 建造完备以后到是80年代的时候在苏联前海军复役 也就是乌克兰对这手舰它上面所有的缺陷是了如指掌的 它非常清楚弹药舱在哪里动力舱在哪里 所以这次乌克兰军队它只是使用了海王型 这个不怎么样的这个可以讲最多也就是二类三类的导弹制品 但是呢它只要是精准打击就是打到要害处 那基本上再插嘴手榴弹上去都可以炸的 因此乌军是借助北约精确的引导 一起击中了莫斯科号的这个弹药舱的这个要害部位 然后才引发了巨大的爆炸嘛 最终就是这一手莫斯科舰上面一共有五百五十个官兵 逃生只有五十个人 普京听到这个消息是当场昏倒在这种的 这比当时没有拿下基辅还让普京心疼呢 因为普京本来靠的这手卷可以在全世界面前吹牛的 可以跟美国人比高低的 现在这么不精打仅仅是被这个海王型导弹 就是乌克兰生产的这个海王型二流三流的导弹 一下子就把它这个巨无霸就把它炸成了 所以普京哪还有什么面子呢 所以莫斯科号被继承就等于莫斯科被继承一样 普京可以这样讲叫焦虑万分啊 当他听说莫斯科号全军封莫的时候 他可以讲叫怒火万丈 所以这两天他们就开始嘛 开始对人家整个乌克兰所有俄军控制的地区就狂轰乱扎 一泄他们的愤怒啊 但是这已经什么叫潜力于基雄了 也就是呢战斗打到这个状态 普京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没有太多的杀手锏了 大家算一算日子就知道 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到现在马上的嘛 还剩一个多礼拜就两个月了 两个月下来他们都没有拿下基辅啊 当时就说两天就拿下基辅了 现在两个月人家乌克兰窥然不动啊 所以在目前情况下 这个俄军已经没有太多的办法 大量的伤亡 尤其呢损失了像这个莫斯科号这样的旗舰 对于普京来讲的话 他本身就是已经心力憔悴 没有办法再打下去 更何况国际制裁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国际经济制裁要有一个时间段 就是持续一定时间以后制裁才能产生效果 你今天宣布制裁明天就产生效果 这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发酵以后 所有的制裁措施就开始起作用了 因为什么 所有西方对俄罗斯依赖的人员不买了 也就是俄罗斯它大量的这些能源生产出来卖不掉 听说它的这个天然气啊 现在什么 到了它这个天然气的储备舱呢 已经储备不下 因为过去它不需要储备啊 有多少天然气生产出来 马上就通过天然气 输气的管道就输到整个欧洲去了 现在人家不买这些气存在着 那么整个这个储存的这个仓冠 它已经摆不下了 那么最终要向天空自然燃放了 没办法了 石油也是这样 也就是自身生产的那些能源 根本就找不到下家卖不掉 那么同时嘛 同时大量的欧洲也好 北约也好 大量的国家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 导致它所稀缺的各种生活用品生产用品 尤其是保证军队供应的大量的战略物资 根本就没有了哇 那么没有的情况下这个仗坎怎么打 而且莫斯科的老百姓也好 整个俄罗斯的老百姓也好 他们要生活啊 那么只能跟中共去要 那么中共现在不敢明目张展地给啊 中共只能偷偷地给一点啊 因为全世界现在都盯着中共 可以讲美国这一次又新进召开了一次大型的研讨会 无论是国务卿布林肯 还是国家安全顾问沙里文 包括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他们在发言里面都明确就是专门针对中共 就是你中共在莫斯科 它攻打乌克兰这件事上面 你中共这种暧昧 以及你中共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上 那美国对你是一定要打击的 就是美国现在就看你中共你究竟怎么做 你对俄罗斯的每一份志愿 都会造成美国对你的制裁和报复 所以说呢中共现在什么 它至少它不敢明目张胆地给 它只能偷偷地给俄罗斯诉讼一点 而靠偷偷诉讼的那一点 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满足不了普京 它巨大的什么巨大的战争需求 因此整个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 现在已经到了普京呢 就困受游斗的地步了 所以说现在目前整个乌克兰战场的局势 根本就不像俄罗斯所想的能够迅速地拿下 能够迅速地攻占 目前最后的战役就是发生在乌东 也就是呢整个俄罗斯准备在乌东呢 就摆开战局呢就决一死战 这次在乌东如果能够通过他们跟乌克兰的这个决战 拿回乌东这两个所谓独立的州 他到了什么普京控制这两个州就是敦巴斯地区的这两个州 再加上他2014年曾经占领和控制的克里米亚 普京也就是让自己给自己找到一个台阶 至少什么多霸断了两个州 普京呢多少呢可以传口气 但是国际制裁是绝不会轻松的 无论这次俄罗斯跟乌克兰战打到什么地步 是俄罗斯胜了还是败了 还是最终和谈双方都撤兵 也就是即使是双方都撤兵 停止交战停止叫火 那么国际上面对俄罗斯的制裁是绝对不会放松的 也就是俄罗斯因为侵略乌克兰战争 他要付出巨大的战争代价 普京是很难逃过上审判来接受绞刑的这个下场的 虽然普京他可以负于顽抗 但是国际社会不会饶掉普京 因为你普京你已经是战争罪 你已经是人类战争的罪犯 一个犯下战争罪的罪犯 国际法庭是不可能不惩办的 习近平他自己如果愿意跟普京捆绑的话 下一次习近平就会跟普京一起站在审判台上面 所以说呢现在全世界都在看到你中国怎么做 因此中共现在是很慌张的 如果公然的自助普京和跟普京站在一起的话 很可能中国和跟俄罗斯被美国以及北约国家捆起来一块打 习近平不能不考虑他自己可能面临着这样的结局啊 而且习近平今年最主要任务是谋求二十大连任啊 他如果在整个对着俄罗斯这个问题上 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量的制裁 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崩溃以后 习近平他这个连任即使是连任上 他也不知道他连任以后继续这个国家往哪里走 所以说作为习近平来讲 他现在要确保自己连任地位肯定是要稳住嘛 不要出什么节外生之事嘛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 我们民的表面上面来讲 我们是不支持发动战争 但是背地里面我们就是支持俄罗斯 我们就是要给他输送物资 这是习近平百分之百他的操作 好我们呢再谈一下关于马斯克收购推特 这两天呢他心境的发酵 也就是马斯克是在礼拜四宣布呢 他自己将用五十四块两毛 他这个股价呢全自收购推特 那么他这个公告发出以后 美国的证监委员会叫SEC呢 在审查马斯克要求收购推特的报告 并且向全体股民汇报的同时呢 那么推特的股价在当天呢 是略有上涨 然后呢停在了嘛 停在了四十八块左右 也就是马斯克的报价 仍然比当天的收盘价呢 至少要嘛要多出 从总价上来讲要多出一百多亿美元 那么按道理来讲 所有推特的大股东为了多赚成一百多亿 大家应当马上就把这个股票卖给马斯克 大家都挣钱了嘛 作为股东投资的目的是嘛 股东投资就是来赚钱的 那么为什么现在推特的这些所有股东 他们现在都暗藏不动呢 这主要是嘛 推特董事会他马上就采取了他的激烈的手法 因为推特董事会是绝对不愿意整个推特公司被马斯克收购掉的 尽管马斯克给出的股价很高 但是收益的是广大股东 这个董事会里面人不全部是股东啊 很多董事会里面的管理人员 他只不过是这个公司的高管 如果是整个推特被马斯克接手以后 所有原来推特董事会的这些董事是通通炒鱿鱼的 一个也当不了高管了 所以他们要采取一切的措施来破坏马斯克收购的这个程序 因此呢推特的董事会就在星期五 他们也就是在第二天 就是马斯克要求收购推特的第二天 他们就呢推出了一个称为叫毒安防御计划 这个所谓毒安防御计划是上市公司 防止被别人收购呢所采取的一种手法 在证券院的行业里面有这么一个俗语叫毒安防御 那么这个毒安防御计划它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就是股权贪薄反对收购措施来阻止马斯克收购的嘛 收购推特公司 它这个计划里面的核心就是公司原有股东 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获得公司给出的大量的配股 也就是推特董事会决定大量的发行一些配股 这些配股除马斯克之外 所有公司的大股东你们都可以买都可以尽情地买 目的就是什么目的就是贪保整个推特的股份 然后呢让推特这个收购的股价呢往上涨涨到多少 可以涨到十倍以上就是加剧你马斯克你收购的成本 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就让马斯克呢自然而退吧 也就是毒安计划它会在公司陷入困境什么呢 它作为公司重组它增加自己成本高昂 防止别人收购呢它是一种方式 但它也是一个双人界也就是这种方式一旦推出以后 它公司本身就会被各种机构啊 对已经逝世毒安防御的公司呢就会给它呢很低的评级 很低的评级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股价会大大的下跌 就是如果马斯克确实是在你们提高了股价 马斯克自然而退马斯克放弃收购了 那么贪保的这些所有的股东 他们获得的大量的这些手上持有的股份 最终这个股份不值钱啊 也就是虽然它是便宜买进来了 便宜买进来要是花银子的啊 如果是你虽然便宜买进来了 马斯克也不收购了 这个股价大跌 那不就意味着你手上持股越多 你赔的越多嘛 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个双人界嘛 马斯克现在提出收购推特给出的股价是54块2 这个价格是很高的 它对应整个这个54块2 推特里面公司的总的股份 它总的市值要达到430亿美金 这个430亿美金比马斯克他宣布要收购推特的那一天 当天的收盘价要溢出了嘛 高出38% 这这么多的这个溢价高出38%的收益 这些股东们难道就不要吗 你觉得这些股东都会听这个推特董事会的吗 我要是股东我就把这个价格卖给马斯克 我多赚钱的话多赚了38% 比今天当天收盘价还高了38%我平日不不买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绝大部分股东从利益角度超发 就不会嘛 不会完全听推特董事会的 当然了马斯克他这次给出的方法呢 也非常的决断 他是模仿巴菲特 因为巴菲特呢曾经用116亿美元 收购过美国的财产和灾害保险公司 以及巴菲特曾经用过370亿美元 收购航空设备的一个制造商 巴菲特的交易方法就是他只给出一个报价 而且是拒绝谈判 也就是巴菲特告诉你我要收购你 我一共给那么多钱 你这个股价每股对应价格是多少 然后拒绝谈判别谈 就是你们愿卖就是这个价格 不愿意卖我是花这个钱收购 最终收购不成功我就走人 收购成功就是这个价钱 巴菲特通过这个方法 收购这两个公司全部成功的 因此马斯克就是效仿巴菲特 他也是给出一个报价就是54块2 是每股的最高的价格 也是最厚的价格 按照马斯克讲也是最好的价格 就是best and last 因此马斯克给出这个价格以后 马斯克就告诉你 推特公司你就拿钱走人吧 就是54块2 那么目前来讲 马斯克给出这个方法以后 除了推特公司 他出台了这个毒丸防御计划之外 所有的左派就炸了 因为什么左派现在就前提拒穷啊 他们特别怕这个推特被马斯克这样的人控股 他们现在就不断的去反击马斯克 给马斯克头上倒脏水 变成马斯克是在破坏自由了 华盛顿邮报说什么 说绝不能让有钱人来控制媒体 华盛顿邮报真的是不要脸啊 他自己的老板就是贝佐斯啊 贝佐斯是在马斯克担任全球首富之前 贝佐斯是全球首富啊 也就是他自己老板就是全球最大的富人 他说是不能让富人来掌控媒体 他不是媒体吗 他这个媒体是哪一个人掌控啊 不是全球最有钱的人掌控吗 谁讲的话就是打他自己的脸 但是左派呢 他一边打着自己的脸 一边要攻击人家马斯克 然后纽约时报就说什么 纽约时报说 马斯克收购推特的这种交易行为 就等于是1984来临 CNN就说民主民主也需要审查 你看看把民主需要审查 就把他挂民主跟专制的话等到了 民主要审查什么 只有专制才会强调要审查的权利 民主民主是大家个人畅所欲言 怎么叫民主要审查呢 而NBC变成什么 把马斯克栽赃为种族主义者 马斯克是个白人 他们就说他是种族主义者 所以说呢 他们找出一切理由 然后呢 去骂马斯克 他骂马斯克种族主义的理由就是什么 就是马斯克的公司 特斯拉公司 雇佣的黑人的比例啊 少于百人 你觉得一个公司雇佣的员工 只有黑人超过白人以后 这才不叫种族歧视吗 那么请问美国现在 这个拜登也好 希拉里也好 希拉里的家庭里面 黑人超过了白人吗 拜登家庭里面黑人超过白人吗 整个白宫也好 美国国会也好 所有的黑人的雇员 黑人的议员 黑人的领导人都超过了白人吗 如果没有超过 那是不是你们就是种族歧视啊 所以把这种帽子扣在马斯克头上 完全的嘛 完全叫欲加之罪 因此来讲的话 除了这些左派公司 在不断的攻击马斯克之外 推特其中有个股东 是沙特的王子 沙特的王子也首先反对收购 这个我在我前面的节目已经说过了 沙特就是把什么 把他曾经的一个记者 偷偷在自己的大使馆里面 把他肢解掉的 沙特这种无耻这种专制的这种手法 他当然反对民主 当然要反对这个言论不受审查了 他们就希望把言论受审查 然后这样才可以像这个卡苏基这样的记者被他们杀掉以后 没人置身 他们想杀谁就杀谁 所以说全球的独裁势力都在攻击马斯克 那么他们为什么攻击马斯克呢 他们强调什么 强调是说我们推特是私营企业 所以说我们有言论审查的功能 我们审查是应该的 而马斯克就是要冲破推特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平台 它应该让人们畅所欲言 是不应该去束缚别人的言论的 每一个人在公共言论平台上面都有自己言论的自由 那么推特就强调它是私营企业 其实大家应该想明白这么一个道理 推特虽然是私营企业 但是推特提供的是公共服务 这就像城市里面收垃圾 无论是你政府来收还是政府委托那个私营的公司来收 无论是政府和私营公司 你都不可以因为你不喜欢哪个住户 你就不收他家的垃圾 也就是你承担的这个任务 就是嘛就是收垃圾的任务 这个已经不存在你是私营公司 你有私人权利 你就可以有不收这家的垃圾 你现在参加了公共服务 你就应该在公共平台上面 去保障公共人士 他们的知情权和他们的言论话语权 提供公共服务 你就没有所谓的私语的权利 而是要遵守公共道德规范 封禁账号 他就是你嘛就是对公共事业的一种挑战 他不可以成为你以私营公司的名义 来去审查别人言论的一种借口 因此呢这种封禁账号的权利 从逻辑上来讲就是行不通的 所以说马斯克就是要冲破 你这个私人交友平台上面 能够去审查和管控别人言论的这个自由 因此马斯克他收购推特 他是要达到什么 达到提倡言论自由的目的 这让全世界所有支持言论自由的人都会支持马斯克的 那么最终马斯克能不能收购成功 我们呢要拭目以待 虽然美国左派很强大 但是我们相信马斯克有马斯克的智慧 最终这个推特是否能够如愿以偿 成为马斯克控制和他收购的一个平台 给人们在推特上面保证我们的言论自由 这将会给美国和全人类都带来一个自由的曙光 所以说我们坚决支持马斯克 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